206台北城市杯拳击邀请赛 11月4号到6号将在台北体育馆日内展开 也有多位原住民选手加入这场战局 像是去年在男子组60公斤级获得铜牌的排完组选手洪嘉庆 今年持续挑战有信心拿下冠军 在调整方面 受伤的恢复跟疲劳的恢复都有教练细心的安排 台北城市杯拳击邀请赛迈入第六年 邀请上海 宁海 香港等地区十多位选手 跟台湾代表队台北市原住民彰化20队三支队伍 共30位选手互相切磋 这次是有来自我们台湾的拳击好手 尤其是陈恋勤跟赖祖恩都是我们的奥运 迪跃奥运的国手 还有来自上海 领海跟香港的拳击好手 来一起来做拳击的一个竞技交流 台北市政府表示 近年来拳击运动在台湾逐渐受到关注 希望透过2016台北城市杯拳击邀请赛 提升台湾拳击选手的国际视野与经验 期盼民众透过观赏比赛也能尝试拳击运动 借此培育选手 这边在Lulu台北市采访不到